HELLO 我是阿怪 今天要介紹《陰境物語》 《陰境物語》是由遊戲上 Neverstar發行的日系卡牌upg 冒險手機遊戲 如今的世界依然動盪不安 人類著迷著野性與慾望 汪國戰爭不斷 被搶敵環繞的北京之國皇后仙杜蕾拉 意外了招出自稱魔王的男人 而玩家將扮演魔王 與他們一起展開一段精彩的冒險旅程 遊戲的玩法是即時之戰鬥 玩家將可以安排多位角色 而在遊戲中將可以使用多種技能 而在使用技能之間也會有不同的關聯 像是使用火焰技能攻擊的時候 在攻擊完之後就會有燃燒狀態 在使用火屬性的相關攻擊 就會有追擊的效果 更能造成更多的傷害 而玩家將可以與這些美少女培養感情加深耗感度 在達到一定的時候還能觸發一些小遊戲 最後過著一些不可描述的怪兒生活 融合各地的神話、童話、傳說、歷史等豐富元素 與經典角色塑造出不同的奇幻史詩 玩家將帶以這些舉例魅力的特色少女們 展開奇幻旅程 目前遊戲已經上市了 那我們看一下遊戲的畫面吧 好了我們要開始 我們今天要玩這款遊戲叫做 櫻花的櫻、境界的境、物語 好櫻花的櫻、境界的境、物語 這名字不知道誰取的 反正就是一款可能算是比較偏18禁的手機遊戲啦 對啊 好先測試看 反正 它應該也會有分就是未滿跟滿吧 我也不知道 那遊戲的話在近期上市 不知道是什麼類型的遊戲 但是就是有點偏 可能有點色情 像小黃書這樣子 我看一下 我們現在裝了兩個人物上場 先杜瑞拉 那先說一下 其實融合了各地神話 然後童話 一些歷史的經典人物 小紅帽 或者是什麼大野狼 等等等等 胡姑婆都有 對啊 可以看它那個2D Life的效果 還算可以 但是可能 剛剛有一些就是18禁會把它剪掉 哼哼 那可能看看吧 因為如果我不能留王子的話 你們再用名字去查查看好了 這簡單的一些點選技能 算幾十字嗎 所以它其實有結合了那個 大家特性的技能 如果是這樣正常玩還可以 正常玩還OK啊 這一個是 沒有語音 不OK 還是因為那個語音我按掉 好像沒有啊 天啊 咬得我頭好暈啊 絕對是它咬的頭好暈哦 所以我們一樣要先使用這個 然後再用仙杜瑞拉的流彈嘛 是這樣嗎 你看它就會造成兩次的傷害 玩法都還蠻簡單的 我們得到新的人物了 仙杜瑞拉 所以剛剛那個不是仙杜瑞拉 所以我們最多是可以有五個人上場 這個人叫做希爾 可是他那個希爾蹲 他蹲的樣子也太多了 太誇張了 他剛剛講了異世界的召喚 等一下我們是不是可以召喚人物啊 我們就是異世界的理容者 我和魔王是召喚者 好 等一下他可以用治療 所以我們還是得先 看掉他之後用這個 誒 可惡 爆擊之後 追加傷害 持續治療這招蠻好用的 這要看看還有沒有其他的方式 譬如說 閃電啊 或者是說 凍傷啊等等的 不知道有沒有什麼特色的玩法 當然我們最主要先把戰鬥 戰鬥當作最主要的主軸啦 因為戰鬥好玩才好玩 因為他當然 他劇情也很重要 好 可以轉蛋了吧 正常來講應該是可以轉蛋 魔王大人就可以通過欲望寶珠 領取 我不要解鎖了 完了完了糟糕糟糕糟糕 好了我們剛剛解鎖了 對 就解鎖了 一些沒辦法看的畫面 就是 觀眾自己去下載自己去玩 才知道喔 這邊一定會被標的啦 所以這沒辦法給你們看了 要加上大人喔 所以我那個名字我也後面也去大人 我想看有沒有辦法得到更多的人物 雖然戰鬥蠻一般的 但還蠻有趣的啦 這邊紅龍有點痛 OK我們可以培養好感度了 其實好感度應該也算是遊戲中的一個比較重要的玩法 因為你一定是要把好感度培養滿才有一些特殊的 對 特殊的 它這也有一些色色的圖 解鎖拼圖 解鎖拼圖 然後我們可以看一下在幹嘛 好了 剛剛當機了 我們現在終於可以 召喚人物了 翻開書本 它這個半屏山也太高了吧 它有裝備跟著我們先來看有什麼可以領吧 哇 2500耶 特殊禮包我們來看一下 有一些免費可以領取的資源 還有福利 第一天登陸應該有一些福利吧 沒有 就體力而已 還有一些儲值 新手返還 好 我們現在再做一次召喚吧 實驗召喚吧 因為我們現在 它送了一個2500加上 實驗抽 所以我們其實直接轉一個實驗抽就好 靠好醜 都很弱 都很弱 欸 一個人物都沒有嗎 太爛了吧 再轉一個實驗 要花錢才有就對了 有一個 被抽到的是 我猜是SR啦 來了 全體冰凍 得到一個人物而已 而且是攻守 我們可以召喚一個裝備 裝備有什麼用啊 我們去英雄看一下吧 技能還沒有開通對不對 我們把 SSR的這個 技能 自動技 奧義技 被動技 二階開放 奧義技能要 三階開放 你找到你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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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裏面上 你找到你了嗎 我看不見嗎 我看不見嗎 我才4級而已 所以我也沒辦法開通這個 必殺技的部分 我也可能還沒辦法開通 好啦我們再去過一下任務吧 我哪知道冰冬哪一個劍 我會不客氣 所以我答案 好